好,接下来讲的是关于这个Jekory的什么呢,获取一些尺寸的一些操作,啊,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要获取尺寸呢,比如说我们做页面的一些动画的时候需要获取一些尺寸,啊,就是获取一些尺寸呢,帮我们就算一些距离什么,然后做一些动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获取尺寸是怎么获取的啊,Jekory里面获取尺寸的话,实际上是他帮我们躺了很多什么呢,就是不兼容的东西,是吧,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什么,获取和设置元素的尺寸,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些什么,属性实际上是可以同时什么,获取和设置是不是这样的啊,获取和设置啊,那么的话这个宽和高的话应该是啊,这个应该是可以获取和设置啊,那么这个应该是,应该是指的获取,是吧,同时设置的话应该是不行,是吧,看一下啊,那么这个YS和亥导是什么呢, 获取元素的宽和高啊,这个宽和高是什么呢,是元素的,内容的宽和高吧,啊,内容的宽和高啊,然后还有什么,innerwise和innerheight的话是什么呢,它是包括padding的宽和高,是这样的啊, outerwise和outerheight是什么,包括padding,也包括border,是吧,然后还有一个outerwise再加一个cho,是吧,这个是包括什么呢,padding,border以及marking的,是吧,啊,那么的话我们应该常用的就是这个, 第三个吧,第三个吧,第三个应该比较常用的啊,就是包括padding和border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获取元素尺寸啊,好,那么 这个啊,这个是获取啊,获取啊,获取元素尺寸,好,这样的一个啊,比如说我这里来个box是吧,box的话,然后我写一下它的什么呢,啊,这个样式啊, 然后我们来获取啊,它的样式里面到底是多少,是吧,好,比如说这个box啊,这个box啊,它的这个宽想说是,呃,200吧,200px啊,好,高是200啊,200px,然后的话,呃,那么给它一个padding,啊,padding也给一下啊,padding的话讲说是这个,呃,20吧,一圈的padding是20,是吧,好, 好,那么在哪个border,border讲说是10像素,一圈的,这个border是10像素啊,solid,哪个黑色,是吧,000啊,好,然后的话,我再给它一个padding,给它一个marking,啊,marking的话,假如再拿一个一圈的marking也给它一个20吧,好,这么算,是吧,好,然后的话,我们来什么呢,通过这个什么,通过这个介绍来获取它的一些尺寸,是吧,好,这样的一个盒子啊,好,我来给个背景色吧, 比如说,够的,是吧,好,然后我们来把GS引进来啊,这个src,啊,src等于这个GS里面的jcori,是吧,好,然后再新开一个什么呢,script标签吧,啊,来写我们的GS啊,首先获取它怎么样,一样的什么,要写一个ready吧,写一个ready啊,dollar,括号,function,是吧,function,啊, 然后一个匿名函数,是吧,然后把这个方法敲开,啊,然后在里面写它的什么呢,写它的这个,呃,GS代码,是吧,好,这个时候的话,我想获取它的什么,宽和高,是吧,那么我可以先把它获取到,啊,比如说挖一个dollar,dollar,啊,dollar,div,啊,就等于这个,dollar什么呢,这个什么,它是用样式定义的吧,用类定义的吧,是吧,那么我们什么,点报个式吧,点报个式,啊,就获取到它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什么呢,它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呃,宽高,是吧,宽高,啊,好,那么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宽和高弹出来,是不是可以啊,那么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什么呢,调试方法吧,比如说用这个,cancel log,可不可以啊,是吧,cancel log,啊,cancel,是吧,cancel log,啊,cancel log,是吧,cancel log,是吧,cancel log,然后是比如说,dollar什么,div,它的什么呢, 外式吧,外式,啊,这是外式吧,是吧,外式,啊,好,然后的话,再来一下,啊,我们把这几个都写上,是吧,啊,这个,好,然后这个是外式和嗨的,然后是还有一个什么呢,是因了什么呢,是因了外式和嗨的,是吧,因了外式和嗨的, 因了,是吧,因了外式,啊,好,呃,因了外式,因了是吧,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是大写,是吧,因了外式和因了嗨的,啊,因了嗨的,好,然后才有一个outer,是吧,outer, 好,没问题吧,啊,这个嗨的,啊, 第十三号,怎么啦,啊,这个height,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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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啊,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的话,我们把这个外式调一下,调得跟它不一样,是吧,就可以区分一下啊,假如这个外式是300,啊,调得跟它不一样啊,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运行一下,是吧,运行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那么这个运行之后,我们怎么样呢,点什么呢,检查,是吧,点检查,然后看一下这个看守,是吧,好,看守里面,那么就算出来了,是吧,那么,这是宽度300,是吧,高度200,啊,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内容的宽和高啊,是吧,内容宽和高啊, 然后inner的话,就是加上inner的外式的话,是加上padding,是吧,再加上padding,啊,加上左右的padding是340,吧,加上3hat的padding是240,是不是这样呢,好,这是这个,呃,inner外式和inner hat,啊,再加上这个outer外式和outer hat的话,是什么呢,加上左右的什么,border吧,左右border,这个是10吧,再加10,是不是20啊,20的话怎么样呢,就是360和260吧,是吧,好,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加padding的,是吧,不是加什么,包括margin的,是吧,包括margin的时候是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加个true,是吧,true,是吧,好,true,啊,好,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再刷新一下,是吧,这个是什么呢,加上左右的,这个再加上左右的margin,是吧,左右margin是28,二,一边的margin是28, 那么两边是40吧,那么就是400,是吧,这个再加上40是什么,380,啊,这样子,是吧,好,这个它算的尺寸都是对的吧,好,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尺寸的计算,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是算了,用的最多的应该是用这个,是吧,这个outer,是吧,我就是要想获取这个盒子的真实尺寸,是不是用这个啊,一个盒子的真实尺寸,啊,好,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尺寸的计算,啊, 好,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是盒子内容的尺寸,啊,内容的尺寸,尺寸,啊,好,下面这个的话是,是盒子,啊,盒子,盒子内容,啊,和内容加上,啊,加上padding,加上padding的尺寸,是吧, 好,好,这个就是,就是盒子的真实尺寸,是吧,那么盒子,就是盒子的真实尺寸,啊,真实尺寸,真实尺寸,啊,和内容尺寸,就是,就是什么啊,就是内容,内容尺寸,啊,内容尺寸,加上什么,padding,是吧,加上padding,啊,加上,加上border,是吧,加上border,啊,加上border,啊, 加上border,是吧,好,这个是什么呢,盒子真实尺寸,然后还加上marking,是吧,盒子,盒子的真实尺寸,啊,再,在什么,加上,加上marking,啊,马上marking,啊,这样子,好,就是关于这几个尺寸,啊,那么,说话,就是没有什么什么呢,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啊,就是说这几个单词可能要什么呢,要知道,是吧,这个单词,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尺寸的获取,啊,那么,尺寸获取之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它什么呢,做我们的一些,一些效果,是吧,啊,做一些效果,啊,比如说我想把一个盒子定位到另外一个盒子的某个地方,我是不是可以获取它的真实尺寸呢,然后把它定位到上面去,是不是可以啊,啊,好,好,这是关于这个,获取元素尺寸,啊,好,那么,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函数,很强调函数就是这个,啊, 那么,我们可以接合它来做一个例子,啊,好,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offset,offset这个,啊,它可以什么呢,获取元素相对页面的绝对位置,啊,好,这个函数应该是很强大的,啊,好,那么,我们可以接合呢,这两个什么呢,做一个什么,加入购物车的一个动画,是吧,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是吧,获取元素绝对位置是什么一回事,是吧,好, 好,好,比如说这个什么呢,啊,再新建一个吧,另外一个什么呢,003,啊,这个是获取元素绝对,啊,绝对位置,啊,位置,位置,位置,html,啊,好,好了,新建一个这个页面,是吧,然后的话,把这个script引进来, 啊,好,比如说这个src等于这个,既然是里面的这个jcory,是吧,好,接着的话,我们来,来给一个盒子,比如说这个盒子,是吧,这个盒子的话,我给它的什么呢,给它什么样式呢,比如说这个,这个box,啊,好,比如说这个box,它的这个box,啊,比如说它的宽是,想说宽是什么呢,宽是200吧,200px,啊, 好,高度也是200px,200px,然后的话,怎么呢,啊,然后它的什么呢,它的这个background color,啊,给它来个gold,是吧,好,然后这个盒子相对于这个什么呢,页面,什么呢,呃,水平区中,啊,看一下啊,margin,是吧,然后上面是50px,左右o2,是吧,下面是0,是吧,好,这样一个盒子,啊,好,大概是这样一个盒子,是吧, 我现在想获取这个盒子相对于页面的这个绝对位置,是吧,就相对于页面绝对位置相对于是,我可以获取这个左上角,啊,距离这个点的绝对位置,啊,可以这么获取,是吧,那么这个绝对位置是不是可以变的,有时候,比如说我把页面变小一点,这个绝对位置是不是变了,是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是,后质值应该不变,是吧,内货值应该变的吧, 比如说我把页面拉大一点的时候,这个值是不是就在变了,内货值在变吧,头质值是不变的,是吧,啊,这是它的位置,啊,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怎么获取呢,就是用这个,啊,我们的那个offset,啊,那个函数是很厉害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再开一个screw标签来写这个, 解释,啊,首先还是一样,来一个ready吧,ready,啊,function,啊,好,function,然后的话怎么样呢,来获取它,是吧,比如说这个,呃,先把它获取到,啊,比如说这个,挖一个什么呢,呃,这个这个,多了div,啊,多了div,就等于这个,多了什么呢,这个引号,是吧,点box,是吧,啊,先把它获取到,啊,获取到,啊,获取到之后,然后的话,我们来, 来,来获取它的这个位置,啊,获取它的位置,来怎么获取呢,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这个,挖一个什么呢,这个应该是获取的是一个对象,啊,一个接审的数据,啊,好,比如说拿一个,啊,POS吧,啊,好,POS就等于这个什么呢,等于这个多了div,它的什么呢,offset,啊,就执行这个offset的这个方法,啊,offset的这个方法,好,然后是off, offset,哦,这样子,是吧,好,这样子,啊,好,offset了之后,那么这个,opos,它里面存的这个什么东西,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它,啊,看它结果怎么看呢,我们来一个cancel log,可以看一下,是吧, cancel,cancel log,是吧,cancel log,啊,cancel log,然后拿一个opos,看一下这里面存的是什么,是吧,存的是什么,啊,好, 来运行一下,是吧,运行一下,啊,好,刷新一下,是吧,刷完之后,然后我们来 检查一下,啊,检查一下之后,那么它cancel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object,吧,这个对象,看得没有,是吧,那么这里面有很多东西,看得没有,这里面有个left值,吧, left和top,看得没有,是吧,left是540,吧,top是50,看得没有, 那么top呢,就是说它离这个上面是什么呢,离这个上面是什么,是50,是吧,top,啊,top的话是50,是吧, left的话是指它离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540吧,是吧,是540,啊,离这个left,啊,好,如果说把它缩小一点,啊, 缩小一点之后,我需要再刷新一下吧,这个还是没变,是吧,刷新一下之后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变了,看得没有,top还是50吧,left值是不是变成398.5,啊, 这个值是变了吧,是吧,所以说什么,这个是可以获取它的绝对位置,是不是这样的,绝对位置,啊,好, 好,那么的话,我们可以做个,做一个效果,比如说我想点一下它,把它的位置给显示一下,啊, 显示一下,可以怎么做呢,是吧,我会这么做,是吧,比如说这个, 好,那么的话,我这么写吧,比如说我这个,多了DIV,是吧,多了DIV,然后click的时候,是吧,DIV,click,click的时候, 然后来一个function,是吧,function,然后是把它的位置打出来,是吧,click的时候,然后的话是,先获取一下它吧, 好,这一句的话,这一句的话,这一句,大家看一下我可不可以放到上面去,啊, 比如说,我如果放到上面去的时候,我想把它的位置打出来,啊,好,放到上面去, 它进来的时候,一开始是不是获取这个位置,啊,好,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获取这个位置,啊,我突然的把它什么呢,放大了,然后再获取,再点击, 在盘上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不是就不对了,是这样子的吧,所以说我应该是什么, 就是放在里面吧,就是点的时候,是吧,比如说我进来的时候,啊,好,点一下, 然后我再把它放大了,再点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变了, 所以这一句是不是应该放在里面去,啊,放在里面去,啊,不应该放在外面,是吧, 放在外面,啊,放在里面,就每次它重新获取吧,是吧, 啊,重新获取啊,每次点击着它,重新获取,重新获取之后, 什么意思啊, 嗯, 看一下这个, 嗯,嗯,这个怎么这么提示呢, 我有这个, 好,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啊,然后的话,啊,好,那么这里放在这里啊,放在这里之后怎么样呢,就是, 我现在是,它刚才把它看出来了吧,看在它里面是一个什么, 啊, left 值和 top 值,是吧,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想什么呢,想获取这个,是吧,想获取这个,是吧,想获取这个的话,那么就是, 比如说我 alert 一个什么呢,它的这个, opos,啊, opos,啊,它的,直接点left,是不是就可以啊,left,啊,这样就可以获取它的left的值,啊,好,看一下这样行不行,是吧,啊,好, 多多行, 14行,是吧, 啊,方个选,哦,这样子,啊,好, 好,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是吧,我刷新一下,刷新一下之后,然后我点一下它,是吧,那么这是不是躺着它的五百四啊, 躺着五百四,是吧,躺着五百四啊,好,比如说我在缩小的时候,我再点一下它,啊, 那么它躺出的是什么,四百二十一点五吧,是吧, 所以说你不能放到外面,放到外面它可能会变的是吧, 外面一开始它个只是固定的,啊,啊, 好,这就关于这个,是吧,好,那么如果说我想把它打到这个上面来,是吧, 打到这个上面来,打到这个标记来,上面来,是不是啊, 我们就复习一下前面学的什么,第三种调试方法,是吧, 好,那么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Document,是吧,这是原生的吧, 原生的也可以写啊,那么这个都是JS,是吧, 原生的和JS都会混在一起写,没问题的,是吧, 它们都是JS嘛,啊,Document Title,是吧, Document Title就等于什么呢,OPOS,是吧,OPOS是什么呢, Left吧,Left,啊,这是Left的值啊,好,比如说再来一个, 啊,加上一个什么呢,加上一个这个,加上一个这个, 加上一个这个塑线可不可以呀,啊,塑线,啊,好, 是不是可以加这个啊,好,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这个OPOS它的TOP,是不是可以呀,TOP啊,好, 好,好,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好,我来刷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刷一下啊,好,比如说我点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TITLE是不是打出来的,是吧,好,比如说我再放大啊, 再放大再点一下,它是不是打出来的啊, 打出来的啊,这个可以什么,测一下,是吧,它的位置,是吧, 好,如果把它调的更小一点,是吧,调的只有这么多啊, 这么多的话,在这个地方看不到了,是吧, 好,比如说再点一下,是吧,那么就224打,是吧, 好,顶部是不变的啊,好,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函数是比较强大的啊,好,这是关于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怎么获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先执行一下这个,是吧,把它放在一个变量里面, 然后的话,这个变量的话,然后它的NIF的, 就是它距离左边的值啊,TOP的话就是它距离顶部的值, 是不是这样的啊,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这个例子就是关于获取的元素的绝对位置啊, 绝对位置,好,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比较经典例子, 就是说什么呢,一个例子呢,就是关于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加入购物车的一个动画啊,这样一个例子啊, 好,那么什么是加入购物车动画这个例子啊, 就是说我们不是在网站上点加入购物车吧, 叫购物车的正式购物车那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红,红色的点,突然跑到购物车上面去了啊, 点交购物车,它跑到购物车上面去了吧, 跑上去之后,然后购物车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刚开始有五个商品,然后现在变成六个商品吧, 就是这样一个动画啊,是吧, 这个动画呢,就要求你获取这个按钮的位置, 也要获取那个购物车的那个按钮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什么呢,小红点把它移上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这样一个动画啊, 那么这个动画呢,应该是一个综合的例子, 我们来做一下啊, 它就结合了我们前面的动画,以及这些尺寸啊, 好,那么我们来做一下, 假如说我这个页面上呢,只有一个什么呢, 两个按钮啊,比如说这个是, 你是啊,这是什么呢,啊,加入,加入购物车啊, 加入购物车动画,好, 好,加入购物车动画,那么的话, 比如说这里面先拿一个什么呢, DIV啊,DIV这个class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假如说是chart吧, chart啊,好, 好,这个地方的话,比如说,呃, 购物车是吧, 购物车, 购物车,然后里面假如说,里面有先有, 先有零件商品吧, 啊,好,购物车, 然后里面有零件商品啊, 好,比如说这个的话,我就用一个, 我,我等会要获取这个零是吧, 我等会要获取这个零呢, 把这个零加,加一下吧, 比如说我点一下购物车,这个零应该变成一吧, 我再点一下,这个应该变成二吧,是吧, 好,那么最好是什么呢, 里面放个EM,是吧,把它包起来, 是不是可以啊,EM啊, 好,把它包起来,这个好获取一下啊, 很像是购物车啊, 好,下面再来个按钮,是吧, 比如说来个input, tab等于什么呢, b-u-t-t-o-n,是吧, b-u-t-t-o-n,啊, 好,然后的话,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这个value啊, value是等于什么呢,加入购物车啊, 加入购物车, 这样的啊,加入购物车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先把这两个做出来啊, 这两个做出来, 那么写下来的样式是吧, 写下来的样式啊, 好,这个样式的话, 这个比如说这个购物车啊, 这个chart,是吧, 这个chart啊, 这个chart的话, 它的这个什么呢, 样式啊, 假如我给它就是, 它的宽度假如就是200啊, 宽度是150吧, 宽度150px,啊, 好,高度是什么呢, 高度是假如说是50px,啊, 50px,啊, 好,然后的话, 它来一个border, border是两项素实现, 给它来个黑色,是吧, 黑色啊, 黑色,然后的话, 这个里面的文字是水平垂直居中, 是吧, textline给它来个center, 是吧, 好,line height的话, 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个50,是吧, 50px, 好, 这个的话, 那么这个chart的话, 一般是购物车这个按钮, 一般放在右边, 是不这样的, 我们那个首页里面是有购物车啊, 是吧, 放在右边, 是吧, 好,假如我把它浮动过去吧, float, 给它来个right, 是吧, right,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购物车, 大概是什么样子,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是购物车吧, 这个购物车的按钮, 是吧, 购物车的按钮啊, 好, 那么大概我把它再移过来一点啊, 移过来一点, 那么大概是, 嗯, marking什么呢, marking right, 是吧, marking right, 给它来个, 来个100吧, 100px, 啊, 好, marking top的话, 稍微下来一点啊, 来个, 也来个100吧, 100px, 啊, 好, 为什么要这么, 胡乱的写这个位置呢, 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不定的是吧, 我们每个页面这个购物车的地方, 可能是不定的是吧, 啊, 这样子的是吧, 好, 假如说购物车在这里是吧, 这个购物车在这里啊, 啊, 少一点吧, 这个50吧, 50是吧, 好, 50, 然后这里面是购物车啊, 购物车里面, 然后这个0的话, 我把它写一下啊, 这个0的话, 它是这个, 这个里面的EM吧, 好, 我把它写一个什么呢, 给它设一个Lomal, 是吧, Fontestide的话, TY, 啊, 设个Lomal, 啊, Lomal, 然后的话, 它的颜色给它来个红的吧, 啊, 就显眼一点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Fontestide吧, 给它来个Port吧, Port, 啊,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购物车里面有零件吧, 有零件商品啊, 好, 然后这个加入购物车的这个按钮呢, 可能在这个地方, 是吧, 大概在这个地方, 是吧, 我比如说旁边有一个商品的图片, 然后旁边, 商品图片旁边是不是有个加入购物车啊, 这一个按钮, 是吧, 好, 把它定位过来, 是吧, 然后这个的话是, 这个给它一个class吧, class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呃, add吧, class等于add啊, 好, 这个add的话, 这个add的话, 那么宽高的话, 也给这么多吧, 比如说宽是100啊, 宽是100px啊, 高度也是, 高度是50px啊, 来一个什么呢, 呃, border是吧, border, 然后是一项数, 好, 我们把它给个背景色就完了, 是吧, 好, 该完的color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一个green吧, green, 绿色的是吧, 然后是这个, 好, 这个按钮的话, 如果给它宽高的话, 它是不是有个什么呢, 边框啊, 看一下啊, 按钮给它宽高, 它就会有个边框啊, 我们把这个边框把它去掉啊, 好, 边框border把它给它一个零, 是吧, 零啊, 然后的话, 里面的color给它一个白色, 是吧, 白的啊, 白的, 白之后, 然后的话, 嗯, 好, 把它左浮动吧, low的给它来个left的啊, 左浮动啊, 好, 然后把它定位下来, 把它margin把它撑下来吧, 啊, margin top的话, 给它来一个300, 啊, 好, margin left的话, 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个200, 或者也300吧, 300px啊,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这样子一个, 假如这旁边有个商品, 是吧, 然后点加入购物车, 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里是不是有个红点, 然后跑到这里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加一啊, 这样一个动画啊, 是吧, 啊, 这样一个动画啊, 好, 这是一个加入购物车的一个动画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页面的其他元素, 我们先不管了啊, 假如页面上有很多其他的元素, 是吧, 我们就做这样一个的简单的, 这个布局啊, 好, 那么的话,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我们来把这个GS引进来, 来写一下这个动画, 是吧, 好, GS引进来啊, 好, 然后的话, 先是把script引进来, 是吧, 把这个jcore引进来啊, GS里面的这个, 这个, 是吧, 接着的话, 我们来硬定开一个script楼标签, 来写我们的这个代码啊, 好, 同样的, 我们首先怎么样, 是要获取它们吧, 先要获取它们才能做动画, 是这样子啊, 好, 获取它们啊, 获取它们的话, 那么怎么获取呢, 先是一个ready吧, ready啊,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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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获取这个购物车啊, 购物车啊, 比如说这个, 多了什么呢, 多了chart是吧, 多了什么, 多了这个, 多了这个chart吧, chart啊, chart就是什么, 所以多了这个什么呢, 这个, 点chart吧, chart啊, 这个就平了啊, 好, 然后的话, 那我们应该还会改一下这里面的零是吧, 是把这个也要获取一下, 这个也要获取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多了什么, 这个, count吧, count啊,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就是多少个商品是吧, 就是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个, 这个, chart里面的什么, 这个em吧, 是不是这么选啊, 就选中了啊, chart里面的em啊, 好, 上去一下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要获取这个什么呢, 获取这个按钮吧, 按钮啊, 好, 按钮的话, 那么是dollar, btn, 是吧, 等于这个什么呢, 多了, 然后是这个, 点爱的吧, 点爱的, 就获取到它了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要点击是吧, 比如说点击一个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怎么样呢, 比如说这个, dollar, btn, 然后click的时候是吧, click的时候啊, click的时候, 然后要干嘛呢, 是吧, 来个方, 选是吧, 方个选啊, 还要干嘛呢, 我们要让这个里面,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红点, 然后飞到这里去, 是吧, 这里来, 然后这个地方加个1, 是这样的, 好, 我再点这里面又一个小红点, 然后飞到这里去, 加个2, 是吧, 这样子啊, 那么这个小红点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拿一个div, 是吧, 再拿一个div啊, 好, 这个div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啊, 就是做这个小红点的啊, 好, 比如说这个, 再拿一个div啊,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可以用节点操作, 动态的创建一个div啊, 现在还没学啊, 好, 比如说这个div, 这个class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point吧, point啊, 好, 这样的一个div, 是吧, 这个point它的样式怎么写呢, 那么就是, 这个.point, 是吧, 点point, 好, 比如说它的宽是, 宽是10吧, 宽是10啊, 宽是10啊, 高度也是10, 10px啊, 好, 背景色的话, 给它拿一个red, 是吧, red啊, 好, 这个什么point的话, 我们怎么做呢, 就做它什么呢, 让它来个固定定位, 是吧, 固定定位的话, 它是怎么样, 它就可以相对于这个什么呢, 页面这个地方, 任意的动吧, 是吧, 固定定位啊, 固定定位一下, 比如说它的, 它的这个position啊, 它的position的话, 给它拿一个fix的, 是吧, 是固定定位啊, 固定定位就相对于什么呢, 页面的这个位置吧, 像页面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们的什么, 把它们的位置获取到, 是不是就可以什么样呢, 获取到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给到它, 就可以给到它, 好, 默认的话, 比如说left是0, 是吧, left是0, 然后top也是0啊, top也是0啊, 好, top也是0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这个point,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不是一个小红点啊, 把它做大一点吧, 做大一点, 那么就是16吧, 给它做大一点啊, 好, 大概这么大是吧, 这么大啊, 它从这里飞到这里来, 是吧, 好, 这个的话, 那么默认的话, 它应该是没有的是吧, 我点的时候, 它才有吧, 默认它是没有的, 默认的话, 那么怎么办呢, 就把它藏起来就行了啊, 把它来一个display, 给它来个lum吧, 那么为了让这个小红点怎么样呢, 就是可以盖住其他的元素, 是吧, 可以盖住其他的元素, 可以怎么做呢, 就把它来个z index吧, 给它设一个最大值吧, 设一个比如说9999, 是吧, 可以吧, 那么它就可以盖住其他的啊, 好, 好, 这个小红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是吧, 准备好了啊, 好, 准备好之后, 那么接着我们要点这个按钮做事情呢, 是吧, 好, 点这个按钮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要把这个小红点先放到这里来, 是吧, 然后让它动到这里去, 是吧, 动完之后怎么样, 把这个0加个1, 是这样的啊, 0加上一个1, 是吧, 好, 然后再点的时候, 这又有个东西飞到这里去, 变成2, 是吧, 好, 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接着click的时候, 先把这个小红点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地方来, 是吧, 放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add里面来, 是吧, 这个add就是指的这个按钮吧, add就是指的这个按钮, 就放到它上面去, 是吧, 放到上面去啊, 好, 那么的话, 点击的同时的话, 我们先要获取这个, 它的这个位置吧, 获取它的位置啊, 比如说拿一个, opos, 是吧, pos01吧, 0就是它的位置, 是吧, 它的位置啊, 就等于这个, $BTN它的什么呢, offset吧, offset, 是吧, 这是它的位置, 是吧, 它的位置啊, 好, 在哪一个位置, 就是它的位置也获取到吧, 它的位置也获取到啊, y一个什么呢, opos02, 是吧, 02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chart, 它的位置吧, 它的位置啊, chart, offset,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两个位置获取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什么样, 把这个什么呢, 把它加到这里来, 是吧, 它是不是也得获取一下, 是吧, 获取一下啊, 那么这个, $Point吧, Point, Point啊, 就等于这个$, 然后是点什么, Point吧, Point啊, P-O-O-O-I-N-T, 啊, 好, 好, 首先的话, 是让这个什么呢, 让这个, 获取完之后是吧, 获取完之后, 然后让这个什么呢, 呃, 先把它放过来, 是吧, 好, 放过来啊, 好, 放过来之后, 我们先来做一下啊, 比如说, $什么呢, 多了这个Point吧, 他的什么呢, 这个, CSS吧, CSS啊, CSS, 然后设置他的Left值和TOP值吧, Left值和TOP值啊, 好, 那么这个Left值的话, 应该就是什么呢, Left是吧, Left啊, Left啊, Left的话, 然后是, 这个应该是他的什么, 他的Left吧, 他的Left啊, 好, 比如说这个是OPOS01, 点Left,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然后是这个TOP, 是吧, TOP, TOP的话就是什么呢, OPOS01.TOP吧, 这样子啊, TOP啊, 好, 好, 这个放过来之后怎么样呢, 应该让他什么呢, 显示出来吧, 显示出来是什么, 就是Show吧, 他默认是不是隐藏的啊, 默认是隐藏的啊, 让他Show一下, 是吧, Show一下啊, Show, Dollar Point, Show, 是吧, Show吧, Show, 好, 这样子的话, 来看一下啊,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那么点击, 是吧, 点一下, 是不是过来了, 是不是过来了, 过来了啊, 过来之后的话, 那么应该是从这个中间, 是吧, 应该是从这个中间过去啊, 中间过去的话, 我们实际上可以算的, 是吧, 我们要获取他的什么宽和他的宽吧,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就可以结合前面的那个什么宽和高吧, 是吧, 比如说那么他的位置应该是, 这个应该做个计算吧, 是吧, 大概算一下吧, 比如说这个进来之后, 算他的宽和高, 是吧, 好, 他的宽和高应该一开始是固定的, 是吧, 好, 我一开始可以算, 是吧, 比如说这个, 呃, 这个, 这个他的宽和高, 这个, 比如说这个, 嗯, 哦, 这前面应该加个Var, 这个写的不规范, 这个前面加个Var,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来做这个, 获取他的宽和高啊, 宽和高就是来算, 精确算这个位置, 是吧, 比如说这个Var一个什么呢, 这个DollarW, 是吧, 这个Dollar什么呢, W01, 是吧,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Dollar什么呢, 这个BTN, 他的什么呢, 这个Alt什么呢, 刚才学的吧, Altwise吧, Altwise, DTH, 是吧, Altwise, 是吧, 好, 实际上就是一块计算, 好, W就是, 这个是Dollar什么呢, H01吧, H01, 比如说就是DollarBTN的, 他什么, AltHight吧, AltHight, 好, AltHight,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这个啊, 好, 这个获取完之后, 那么就是宽和高, 是吧, 宽和高的话, 那么获取完之后, 这个时候就是放在这里算吧, 是吧, 应该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Left的值还要加上什么呢, 一半的宽吧, 是不是加一半的宽呢, 加一半的宽啊, 加一半的宽, 就是加什么呢, 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什么呢, 多了, 多了W01, 是吧, 01, 然后是除以二, 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吧, 除以二, 是吧, 然后这个值的话,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这个小数, 是吧, 小数来个pass int, 是吧, BRSE int, 好, 我们看这样可不可以, 是吧, 可不可以啊, 好, 这样的话,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的话, 这个再点击, 是吧, 它是不是到这里来的, 是不是中间来的, 是吧, 中间来的啊, 好, 实际上的话, 还要减去, 还要减去这个小, 小框的它的二分之一吧, 是吧, 我们干脆大概的, 就减一下吧, 就这个是十六吧, 那么应该还减去一个八吧, 这个是不是就对了, 我们直接这么写了啊, 如果是固定的话, 那么直接这么写了啊, 就不用这样获取了吧, 不用获取了啊,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对的是吧, 刷新一下是吧, 好, 点一下, 这个是不是到正中间的啊, 正中间的啊, 好, 那么其他也一样, 其他这个是, 加上pass int什么呢, 这个top是吧, top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吧, 那么是S01吧, S01啊, 好, 再减去一个八,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再点击, 那么是不是, 两个加是吧, 好, 再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然后再点击是吧, 是不是到正中间的啊, 正中间的啊, 好, 正中间之后, 那么其他要跑到这里去是吧, 跑到这里去啊, 好, 跑到这里去, 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也要做一个什么呢, 获取的这个宽和高吧, 大概到这里来是吧, 好, 我们大概做到这里就行的吧, 好, 大概我们加一个值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把这个也, 也, 也做精确一点吧,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02是吧, 这个02是吧, 这个是H02是吧, 02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呢, 不是count, 是chat吧, chat他的这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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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那么就是, 获取这个位置吧, 会获取这个宽度啊, 宽度啊, 宽度, 好, 位置有了, 是吧, 那么接着是什么, 这个dollar point是做动画吧, 是吧, 做动画啊, 好, dollar point的话, 那么dollar point, 这个animate吧, animate, animate啊, 然后是做它的动画, 这是left了, left到哪里去呢, 到这个, 到这个什么, chart的这个地方去吧, 这个位置吧, 到这个位置去是吧, 好, 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 它的left了, 是吧, 就是它的left了, 它的left了加上这个, 是这样子啊, 加上做了, 这个是02吧, 02, 是这样子啊, 02啊, 02, 好, 呃, 再来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 这个left的值吧, 这是top值吧, 把这top值啊, 好, 打一个逗号啊, 打个逗号啊, 好, top, top的话什么呢, 就是到这个地方去啊, 到这个, 也是这个, 加上这个是吧, 好, 是opos02, 是吧, 这个应该是02啊, 是02吧, 02啊, 这个是02啊, 就是从那个, 增加那个什么, 增加那个按钮, 到那个购物搜那里去, 是吧, left的加上这个, 除以二啊, 好, top的话, top这个是02, 是吧, 再减去吧, 好, 好, 这样看一下行不行, 是吧, 行不行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那么是, 点击完是吧, 点击完, 然后这个速度跑这里来了, 这样子吧, 是吧, 好, 再看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我们可以什么, 给它设置一个什么呢, 时间吧, 时间可以在后面再打个, 打个逗号吧, 打个逗号, 比如说是一秒钟, 是吧, 一秒钟啊, 好, 一秒钟的话, 那么再刷新一下, 是吧, 刷一下啊, 点击, 就过去啦, 是吧, 好, 大概还可以吧, 800毫秒吧, 稍微慢了一点,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点, 过去啦, 是吧, 过去完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什么呢, 它应该是消失吧, 是吧, 消失完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加个一, 是不是这样的, 加个一啊, 那么是干嘛呢, 就是这个地方怎么样, 再来个回吊吧, 是就行了吧, 它动完之后, 拿一个翻个旋, 拿个回吊吧, 回吊怎么呢, 就把它藏起来吧, 它拿一个什么, 害的吧, 它拿个害的啊, 它拿一个害的, 这个害的啊, 它拿一个害的啊, 害的完之后, 然后再怎么呢, 害的完之后, 然后是怎么, 这个东西加一吧, 是吧, 这个里面的东西加一啊, 好, 那么这个里面的东西怎么获取呢, 我们还没学, 就是它里面的东西怎么获取呢, 就是这个多了什么呢, 多了啊, 多了这个count, 是吧, 多了count啊, 多了count, 那么它, 我们在原生里面是什么写啊, 就是innerHTML, 是吧, innerHTML, 是吧, 那么的话, 它这个里面是不这么写的, 它这个里面应该是比它写的更简单, 是吧, 应该是什么呢, HTML, 括号啊, 这么写, 是吧, 就是把它复值吧, 复值啊, 好, 怎么复值呢, 应该是先获取它里面的东西吧, 获取它里面的东西啊, 好, 获取它里面的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写, 是吧, 我可以先什么呢, 先把它获取到吧, 比如说先获取到, 比如说这个, 挖一个什么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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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吧, iLan吧, iLan就等于这个, 多了什么呢, 多了count里面的HTML啊, 好, 这个是读吧, 这就是读啊, 就是说这个HTML里面, 你不放东西, 它就是, 它就是以为你要读它, 明白没有, 读它啊, 好, 然后是怎么样, 在里面放的就是写它吧, 写它啊, 写的话, 这个什么呢, 来一个, pass int, 什么呢, 来一个什么, iLan吧, 怕它是一个字符串啊, 然后再加上一个1, 是不是啊, 加1啊, 然后再放回去, 是不是这样子啊, 放回去啊, 好, 好, 这样子的啊, 好, 这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再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点加入购物车, 是加1啊, 好, 再点, 加2啊, 是吧, 再点, 加3吧, 加3啊, 好, 这就关于这个,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把这个样式的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point, 我们把它改成个圆点, 可不可以呀, 圆点啊, 好, border radius啊, radius, 给它来个50%吧, 50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来看一下啊, 点击, 是吧, 就是加入购物车啊, 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比较综合的一个例子啊, 那么就结合了前面很多东西啊, 这个前面很多东西, 好,